HELLO 大家好 无量天传 我就是紫师傅 欢迎大家收看三罗神功的视频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就是 偷运转运借运什么运的东西 基本上很多人觉得 偷运是一个很可怕和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其实冥冥中大家不知道 很多人是无意中已经做了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譬如我们查案 查令案 就会说你的亲戚又偷运 你这个朋友又偷运 你会觉得怎么会啊 那些朋友怎么会偷运我运 其实偷运是很容易做到的 只不过是 这个大和小的效果的分别 就不是说一定要学一些法术 学一些邪法 好像开坛做些东西才可以偷运的 在自然界中我们已经是 懂得偷运的了 就是我们自己不用人教 已经懂得做的了 好像譬如说 我们不用人教人类 不懂得解释 火是怎样产生的 怎样可以弄火出来 人只是需要我想 希望有光明 好像火那么光就好了 或者火那么热就好了 你的心一想自然的能量就会自然来教你 他教你呢 你就会好像忽然想一下 不如拿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试一下 咦有火哦 过瘾哦 可以哦 可以哦 然后你就会教其他 其他又一起做 这样就学了 你不知里面的科学 好像为什么磨擦这样会有火花 你不知 但是它已经发生了 这个就是自然会教你的 要落人邪法也都是一样 你希望一样东西的时候 自然就会令到你会做这样东西 那你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做了这个法术的东西出来 法术是什么呢 法术基本上就是人的 或者这个自然的心力 这一种心力 这里 带着一个意识去一个地方 令到它会发生 有一样东西会发生 就叫做法术 那人呢 普通人不是学法的人呢 其实都会做到一些法术 而这些法术呢 就像很多人会 不知自己做了 或者是 我告诉你的人 落你邪法 你都未必相信 因为好像 没有啊 他家里又没有开坛 怎么会啊 是吧 很多情况是这样的 我帮人判断的时候 喂 你被人落邪法 被人偷云 你姨妈偷你云 没有啊 他没有东西啊 我可以啊 我问他 你不知道啊 但是这样呢 我可以告诉你 要偷人云 要做这个邪法 是看不到的 很多时候 因为你不懂得看 OK 很简单 就是呢 譬如说 你要考试了 OK 你考试了 回学考试了 那跟着呢 就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 就会这样 喂 这支笔来用 可以吗 拿了支笔 写东西了 是吧 他拿着你的物件 你的笔 去做他的考试 他的心呢 就希望呢 你醒目啊 是吧 拿着你的气 就可以了 尖偷光 你都会说啊 中国人 是吧 让我偷一下你光 让我拿着你的笔来考试 让我 金网提名 有你这么醒 好了 这样 会这样想 是吧 你不知道 在这里 其实你已经在做法术了 因为你的心力 和那个意识 已经推出去了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已经在做了 你不觉得 是呀 不觉得 因为形式上 不是一个好像 有规模性的法术 它是一个自然 人自己懂得做的法术 所以是 你看到好像 不太觉 其实已经做了出来 是不是很可怕呢 那你可以想一下 那一定能够的了 这样就偷了 很不够的 是啊 真的偷了的了 那其实 它的原理是怎样呢 那 运是什么呢 运气 运是什么呢 运就是 一个元神 要被一个灵魂吸了 然后去到一个肉体 肉体诞生一些事情出来 那中间呢 这个能量的流动 就是运了 觉得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 这个身躯 就像一个壳 我们的壳 我们的壳 里面呢 就是将我们自己个人 那条命里面的元神 给我们的先天能量 这个先天能量 就会吸着这个壳 那我这个壳 就会用出来 去诞生一些新的事物 譬如说 考试 我会写字 譬如说我会画画 就是做任何的东西 都会用这个先天能量出来 ok 那我这个先天能量 来自元神 就是我个人的先天的星球 那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不计算 其他的元神是什么呢 后天都有一个元神 就是你附近 你所拥有的东西 或者跟你有关的东西 譬如你的车 你的屋 你的物业 你的所有的 你这个世界里面 拥有的东西 就是你的元素 所以他们的能量 神出来去你 给你这个加持 那就是元神 加持下去 在后天世界 那所以呢 譬如说你考试 我们的人呢 就是去到一个地方 考试的时候 那你可以想想 有时候是这样的 在家里已经试过 自己考自己的了 明明啊 很厉害的 在家里完全地感觉到 要答些什么 好像自己已经 测过自己很高分的了 为什么去到考试的会场 然后忽然间 忽然间 考不成的呢 就是因为你的元神 在家里嘛 家里的能量 一路考试的时候 他在帮你 给你很多能量 令到你有个灵感 去拿到答案 这个就是元神帮你了 OK 那去到会考试的时候呢 那里就没有你家里的东西了 那就凭着你身上穿的衣服等等 那些东西呢 去帮你了 那就只有这么多的能量 没有了很多能量 是不是 同时间人人都没有的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 没有了这些帮忙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 加上最少的帮助 有些什么的 料子在你里面 真真正正的 那样 如果你说大家要 剥光珠来 剥光珠来考试的 就更绝 因为没有了这些帮忙 OK 那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有好的衣服 多能量的衣服 要去穿来考试 就当然是 就是更加厉害更加好 帮到你了 是不是 那同一个时间呢 可以想想 你考试的时候 你一路原来是用着 一些先天的能量 进来 令到你产生灵感思想 接着可以有答案 写出来的 OK 那这些的先天能量 是来自哪里 第一 来自你自己 先天的元神 就是那个 所谓虚体的星球 来这里 第二 就是来自你附近的 环境的能量 第三 就是你自己身上穿的那些东西 那这些的能量 就会聚集 然后令你写到的东西 是不是 如果你将你身上 或者你那天带的东西 其中一些 给了你的朋友 而他是说 拿来 等我 他的思想 就是说 想偷你光 想借你的能量 给他就好了 这样 你觉得好像好笑 好像 没有东西 他说而已 他又不是偷看我 又不是姓 其实他已经偷了 那个先天能量 因为他拿了你的物件 那个物件里面 拥有的能量 是应该去你的身 但是这样 无奈就是他拿了 所以就去了他那里 而他拿住了 所以他吸了 你的物件的能量 令到他内在的那个灵感 会有多一点的灵感 多一点的能量 写到答案出来 是好一点的 这样 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你可以说 帮一个朋友 亦都可以特意说 喂 你很聪明 你不怕自己 会考不行 你很有信心 对不对 那你又说 我 你这个人拿住 拿住 你拿住我的筆 你考试就好一点的了 拍摄肩膀 兄弟 你都可以的 这样就是一个帮他 不是偷的 借运给他 那他呢 因为拿住了 一来他有信心 二来他写的时候 灵感上就会厉害 不代表他一定会因为由你截笔 而令到他说 他不然间考一百分 那当然不会 但是你可以令到他 将他自己本身 他的料子里面的东西 运用得 给他自己本身的气 可以运用 运用得更加好 你就是懂得这么多东西 但是你可以真的使用出来的时候 因为灵感不够 你只用到一半 但是我给你截笔 你拿着就可以用多一点了 对吧 起码 将自己的东西 尽量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偷运 和借运 这些 就可以这样发生 OK 有时候有些人 做生意 就会有这个情况 借运偷运就是这样 忽然间有些人 就喜欢 去坏的思想 就觉得 我不喜欢那间饼铺 OK 我开饼铺 我要偷他运 我又开饼铺 那我就会去 这个我不喜欢那间饼铺 拿他一些东西 一些不是他给我的东西 一些是我特意去偷的 OK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仍然 那个权 这个持有权 仍然是那间公司的 OK 譬如说我去到 摘他的树叶 你不觉得的 是吧 拿一块树叶 把树叶收起来 接着 拿了这块树叶 这块树叶是来自他的店铺 是他的店铺的 是他的店铺的树叶 来的 对不对 接着他心就想着 我要啊 偷他运 我要呢 将他的客人 拉来我那里 这样 这样做了之后 如果再绝一点 拿着 扔一扔落地下 接着再放回去 为什么扔落地下 就是因为要他摘那个地气 这样就可以吸东西过来 OK 因为地呢 和地呢 是相通的 地气 如果你的东西跌落地 就可以和另外一面 通灵 OK 这个我之前解释过的 在落邪法那个 那一货上 不会再重复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做完之后 OK 树叶在那里 那一路 那个公司 他的先天能量 一路供应进去 他所有的那些植物啊 他那里的柜啊 等等 不同的物件 就会吸收先天能量的时候呢 同时间 那些先天能量 就会去到你那块树叶那里 而因为这样 你的树叶 和你的卡片啊 你那些周围那些东西 就多了先天能量 而你那些先天能量 是属于他的啊 不过他就变成了 在你那里出现了 那接着会怎样呢 那你就旺了 就好像你的风水 更加厉害了 忽然间呢 又有气势了 那些人来到呢 就会好像 觉得 这一道有那道的感觉 那好像 啊 譬如说那里是美心 OK 我不喜欢啊 我这里我不喜欢美心的 但是这样呢 人人都说美心啊 好正啊 那我呢 就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那些人来到就会觉得 我的面包 好似美心 那么正 那样的 他的灵感上 会有这样的感应 跟着呢 他就会觉得 我的东西特别好 我想买我的东西 那就是偷了运呢 是吧 而这些运呢 不等于说我会发达的哦 只不过是偷了一些 就是会 創造 未来 創造将来 的这个能量过来 而这个能量会令到 影响我的将来 影响我的发展 影响我之后的前途 所有的人来到呢 他的灵感思想 动作 都会有所变化 OK 就是这样了 这个偷运呢 是最简单 最容易见到的 就是呢 拿了人的东西 突然间 拿人的东西 偷人的东西 有时候呢 偷人的东西 吃都可以的 如果你有些朋友呢 经常来 在你的碗里夹你的东西 你小心 因为呢 这个就是偷运 你可以那天有机会吃到 譬如说 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你那天带的上班吃 你带了十二条小腸 好像很变态 你带了十二条小腸 那其实你当日呢 你的命 整定你可以吃十二条小腸 OK 那你吃不完 你当日吃不完 就是你那时候 用不完这个quota 这个应该有的额 你用不完 那你会留回晚上吃 始终都是你的 但是这样呢 你的朋友来就说 喂我吃啊 给三条 那他吃了你十二条里面的三条小腸 是吧 那就是说他吃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吃那个 那个原神 你的先天 应该给你那三条小腸的能量呢 就去了他那里 他就吃了下去了 是啊 但是他吃那条小腸 不是他的哦 是你的嘛 OK 那他就夹着吃了 偷吃了 OK 那就是说 你的能量 你原本有这个能量 是给了他 而那个影响 在先天上的影响呢 就是他人呢 会有那种心力啊 那种能量呢 就是有一些就给了他 你就没有了那么有冲劲啊 那天 立刻 所以呢 要小心 有些朋友 整天说拿你的东西啊 借你的东西啊 那些呢 就要小心了 那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譬如说 有些人呢 整天上学 有这个情况 被人家借他的笔啊 拿他的擦胶啊 那样呢 那他们呢 可以做的一种自慰方式 就是说 如先 有一大堆不漂亮的 自己都不喜欢的 的笔 擦胶的东西啦 那你就放在第二格 那样 然后别人来借呢 你就只给他那一堆 你的心呢 用左手拿着这堆东西 告诉他 这堆东西 我不要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 不爱的 那放在这里 那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不喜欢的 你不要的东西呢 别人借了就没有那么容易 偷到你去找 当然如果他用法术的 就是有 有规矩的做事的 真的落法的 就不同了 普通 无意识的那些呢 就最少是伤害不了你 或者伤害不了那么多 OK 另外呢 这是第二个 偷运的方式 第二个偷运的方式 就是 就是我们要这样看 偷运都可以是一个好东西 而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之下 发生的 譬如说 有人来打劫 抢走你家里的东西 拿了很多东西走 现在 你家里的财物不见了 没有电视机 没有了那样那样 很大事了 对吧 很悲哀 那你会想怎样呢 第一样东西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OK 你很自然地 第一样东西会想怎样呢 你想杀了他 哇 不是吧 是啊 你会想杀了他 你想杀他的时候 当他真的在你面前 我给你把刀 或者给你把枪 你敢不敢 你不敢 但是你想杀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了 杀就是说 我要 真的精神上杀了他 这样的意思 是吧 我想他死 这样 好了 想他死 会有什么效果呢 在这个自然界 先天能量上 就只有两种东西 是最原始 一个是黑 一个是白 好像这个 一黑是白 OK 就有白的 一白就是属于光 而黑就是气 光呢 光就好像一些元素 而气就是使用和推动元素的 有光就好像有了本钱 有元素就好像有条子 可以用那些本钱 那这两个元素 这两个先天的能量 在我们里面 就是一个光 人多光就会生 就会多生气 就会多力量 发挥出来 因为白的能量呢 是向外发的 而黑的能量呢 是向内吸收 和带你下去下面 这样扯下去 那令到如果个人呢 有太多的黑的能量呢 就会好像个人黑了 即是说 你个人没有电 那样好像忽然间 那你没有电了 没有了这个白 不够白呢 你这个心力 这个力量呢 这个发心呢 这个力量呢 就会弱 弱那会怎样呢 你就会眼睡呢 你就会无憧憬呢 会悲观呢 会想放弃呢 会想不做呢 会想死呢 ok 所以呢 这个心啊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说 那是不是意识上 就可以控制这个力量呢 其实就不是 因为意识出现 已经是之后的 这个心力是最大的 是你摸不到 它呢 第一撒那 第一撒那 告诉你 这样啦 做这样啦 这个心力很快的 而这个心力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 没得你想 因为它一出现 就已经发生了 其实 先天已经是做完它的事 来到后天 已经发生了 你已经没得选 你一定会做的 你会 已经被影响了的 那个心 忽然间感觉过一下子 你就已经 所有做的事就不同了 譬如说 你现在想着做这样做 那做 你的心忽然间歉一歉 你全部东西都不想做 你为首为尾了 是不是 没得不想的了 没得倒转的了 你只有想一样新的东西 没得倒转的了 ok 好了 那这个心 就好像一个灯淡 越多的电 它就越光猛 就好像越多的能量 就越白 ok 那越多黑 就会变回 没有能量 没有光 很简单的 那如果你想那个人 死呢 你会怎么做 你已经见不到他 那你会怎么做 你家里有个沙包 你就对着沙包 然后就好像 画个公仔 这个就是个贼人 然后就贴着它 然后就打打打打打打打 法师 死啦 死啦 你死啦 你死啦 不断叫人死了 ok 接着你就会做什么 做完之后踢脚 踢脚 或者把它扔落地 这样 ok 当它一接触地下的时候 这个沙包跌落地的时候 会怎样 它跌落地 就会开始通灵 刚才这么说 就会通了那些能量 去旁边的那个人 你要打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 就会受了你的能量 这个能量上了他身 会怎样呢 你就有很多 那些黑的能量 就会上他身 这个黑的能量 就会将他的光 他的白 就会消减 减了之后 就好像他的灯弹 现在没了那么光 这样 或者一声 不光了 这样 它就会没有了衷勁 没有了斗志 没有了意志 所以有很多事情 会想不做 会放弃 会想死 或者是真的想死 就看下 你当时打的时候 想些什么了 那你打完之后 那你的能量去了 它就会影响了它了 那好了 他的东西死了 他的能量死了 那自然那里 在自然界 就死了 就不是说 好像 睡着了 那样 没有了死了 不是 我们中国人 经常说话都懂 你死去哪 死回来 是吧 死去哪 死去哪 我们永远 死都明白 死都是由一个地方 去另一个地方 OK 那我们死呢 就是 在这个系统出来 跟着生 就进回这个系统 又生了 就是这样 生呢 死是一个循环 而他不断地循环 所以呢 他在这里死 就会在另一地方生 这个生又在那里死 就是这样 那我们做这个 发泄园 把能量过了给对方 的时候 因为你 所以他死 是吧 因为你那些黑气 所以他就借了那些东西 OK 他借了那些能量 那他死去哪里呢 你的能量 你的黑的能量 去到就是会吸的 OK 吸够了 那这些能量 会去哪里呢 他就死去哪里呢 他就死去你那里 冤有头 傻又煮嘛 是不是 死去你那里 那你就会得到他的白 因为他离回的时候 能量就会转了 做另一样东西 就是白了 那就是说你呢 就会叉了电 OK 那你的第二天呢 你睡醒呢 你就会突然感觉到 哇 好像心抗神仪那样 突然间很明亮的前面 这个就是因为 你多了白的能量 就在那里了 那你就多了神光 多了力量 那样了 那这个呢 就是多了先天能量 OK 那这个先天能量 那这个先天能量 会帮助到些什么呢 就是喂 我电视机又被人偷了 我这里又被人偷了 都拿不回的了 又有鬼用吗 就是有人会这样说 嘿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呢 他人呢 放弃啊 不要想那些坏东西 不要常常想着 那个人 要 要忘记那些仇人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忘记 OK 因为呢 这些能量呢 属于你的东西 应该拿的 OK 应该拿回应该报仇 因为呢 这是一个道德的循环 他呢 拿走你的东西 OK 他拿走你的东西 你不去持见畏道 你不去搞好你的数 你的命中给你的东西 去了其他人 你不去努力去拿回 你永远的命就会有缺陷 所以呢 要去做这样的 精神上要报仇呢 是一个修道人 应该一定要有的心态 不可以什么都好像 人家那些放开 啊 这些仇恨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逆自然 因为人家拿走你的东西呢 又是需要拿饭 你不保护自己 天就不保护你 OK 所以就是这样 你都说 啊 你的元神给些先天的东西 令到你有这些财物 你没有了 你自己都不珍惜 那你想想 即是这样说 你都不珍惜自己的财物 那那 这个老板 即是这个先天 那个元神 还怎么会给你呢 你都不想要了 原来 是吧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 毁了一条命 人家拿走你的东西 你就要去拿回 很简单 我们小时候都会教 那些子女就是这样 啊 或者你小时候 都被父母这样教 拿你的就拿回 这样 拿走你的东西 拿回他 不是很简单吗 人家拿走你的东西 那你会觉得 那都拿不回电视的啦 那都拿不回这个 那都拿不回你的衣服的啦 我做了什么 有用 你拿回那些就是 什么呀 先天能量 先天能量 就是一些中性的 什么都可以用的能量 而这些能量 就是负责 创造未来的 这个创造未来的能量 就可以增强你这个心力 令到你将来 可以有更好的将来 在某样东西上 比如说 你再买一部电视 因为你拿回这些能量 你可以有这个本钱在 我没有了个实物而已 我用了一些能量 这些能量 就会令到我再买一部电视的时候 可能会 选到一部好一点的电视 或者 有些东西发生 令到我有一部免费的电视呢 或者有些东西发生 令到我的电视突然间被人升级了 开了个盒子 原来里面是升级版 或者你买了电视之后 有些好东西发生 因为有了这些先天能量 如果你没有拿回那些先天能量 永远你都很滞 很滞 因为你的命中有个缺陷在这里 好了 除了这些东西 譬如说 有些人上班 就会有这个偷竅 譬如大家开会 老闆就说 你们大家回家想一个计划 回来明天就 大家出来讲 讲大家的计划 哪个计划好呢 我们就会采用他的计划 有时有些坏人 就会因为这样 想急功近你 偷功 他就会拿了你的车 在你讲之前 他就讲了你的东西 是吧 你偷了你的机会 那老闆就选了他 然后就升他职 你就没有了你的机会 你就被人偷了运 你偷了运 你偷了运 所有属于你的将来 就是你的前途 避了他 还不是偷了你运 很明显 所以这些情况就是偷运 亦都是他不用懂法术 他就这样很贱格 已经做了 你不拿回这些运 你不拿回这些气 你将来就永远都被人吃着 被人压着你 OK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刚刚讲到 要人死 原来是一种 可以偷运的方法来的 这样 送一些黑的能量给他 令到他死 想他死 原来可以偷回他的东西 是好的方法 但是这样也有很多人 不知没有什么修养 就会做到这样 有些亲戚 或者父母 父母 中国人很多 就是 日怨夜怨 然后就说 希望子女或者不知哪个亲戚 他会死的 整天都咒人死的 有些人 OK 日夜夜都咒人死的 很认识的 有些人 整天见到面 就趁地临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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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都死了 是一种 毁坏人家的运 尤其是父母 从小到大都这样骂子女 他呢 子女的心 心力 永远是弱过父母 因为他是 服从父母 父母生你出来 OK 你永远觉得他是大一点 所以 父母骂 或者上级骂 是很重的 那个法术 那个能量 很重的 那这样子呢 他不停叫你死 叫你死 叫你死 他就在偷着你运 那些运呢 那些运呢 那些能量呢 就这样就会输送了去 这个人那里 因为他吃了你的能量 他用那个 黑的能量 过了你那里 就会吸了你的白 你那些能量 就是先天的资源 就吸了过你 接着会怎么样 接着就是他好运你差 他永远都吃着你 那有时候你会见到 有些情况就好像 不然间你就见到 有些人呢 整天偷你运的那些呢 就会见到 他又和你穿 差不多牙齿的衣 呀 开始有你的 你的动作呀 行为举止呀 这样呀 会和你撞衣 差不多的taste 差不多的口头禅 因为大家的运 是有些相连 所以就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因为已经偷了了 大家的能量差不多 先天能量差不多 有些共通点 它就会影响到 那个人呢 行为举止的动作呢 和你又相似的地方 而映射出来的 所以呢 偷运呢 有时候有些 亲戚那些 做得多这些 好像诅咒 一个人 诅咒他死啦 诅咒他失败啦 诅咒他 怎样 那些呢 就会 无意 你无形中 你不觉得自己 在做邪法 但是他已经在做了 OK 尤其是如果他 不断做些食物 给他煮食 当时在那里 骂骂骂骂 一路煮食 那些食物 包含了那些能量 你吃了下去 你就会更加大 OK 因为永远你的眼睛 看耳听 和食落口 三样东西 会令到你呢 种这些能量 种得很凝聚 那我们之前说过 一个法实就是说 如果你见不到那个人 那你怎样落去邪法 那我们就说过 拿人家的魂 一种牵引的力量 他的能量 接着就可以做些东西下去 然后那些东西 就会透过这个东西 就终收回去他 等我毁坏了这些东西 例如化了那样东西 那不如我拿你那张照片 做这个 摄你的魂 的工具 在上面就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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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就会去你那里 那个诅咒就因为我烧了一张照片 所以那些能量就会跟着那个云头去你那里 那你又会中招了 所以落斜法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落到人的斜法 不需要说开大阵仗有个坛有成 在古时的时候那些人打仗 现在都可能会 打仗就会怎样呢 两个国家的打仗 大家就会有很多想隔离的国家怎样死 让他们怎样灭亡 然后他们就会鼓舞那些士气 令到大家都那些必声要他们死 这样诅咒他一祸 然后这里又会做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实质上那个仗没打 在灵界上在那个非实在那个世界 大家的精神上已经打了架 已经打了一场仗 那为什么他们会鼓舞士气 大家在那里喊口号啊 唱歌跳舞啊 一起打鼓啊 那样做好多这些鼓舞士气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这些是能量的提升 一种精神力量的提升 那种心力的提升 有什么好处呢 提升了 那记不记得什么是法术呢 法术就是你的心力 这个力量在这里 这个心力呢 这种能量 这种我所谓五黄的能量 这种能量呢 加上一个意识一个轨迹一个要做什么 将这个能量可以加上这个想做什么呢 推出去令另外一方受到之后 就会因为你有这个华士的能量呢 他就会受到改变 改变了他将会发生的事 改变了他的一切 这个就是因为你入侵了和华士 那大家斗就斗什么呢 就是斗这个心力 斗法就是斗这个力量 谁的心力强就谁的华士 谁的心力强就会赢 所以如果你的系统在这里 你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 完全好像很有憧憬 好像什么都不怕 现在我多强啊气势 你觉得这样很强啊 现在你很有自信 这个情况呢 你的发心的能量很活跃 很强大气势强大 外面的邪呢 外面的能量呢 是很难去入你那里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从小到大被人欺负到大 从小欺负到大 好像我刚讲的父母的例子 经常被欺负的 你永远看着这个人呢 你就会怯的了 你就会害怕他了 是吧 那他说话呢 诅咒你呢 所有东西呢 都会入你了 你一定中的 反过来 你要诅咒他就难了 因为他不害怕你 他的气势很壮 他就完全觉得自己是你的大佬 完全不害怕你 所以两个地方 两个国家斗法 大家在打仗之前 就看看哪个的士气高涨 鼓舞得厉 大家哪个最不怕死 你就赢了头半场仗 因为你赢了那个 那个是在灵界那里的战争 那个精神上的 一个法术上的 大家的能量的打斗 你已经赢了一半 所以到真的打的时候呢 那个没有那么有士气那里呢 那个国家的输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当然也都要看下 实质上有些什么的武器呀 人才都要 但是这样 我们当大家是相等的话呢 就是士气 就是决定胜负的 所以在古时的打斗里面 很多时候你看到呢 特别是 就是注重士气的古武 就不是说 只是有个 有些人才 跟着他打架就行 一定有士气的古武 其实现代有很多军人 都会有这个士气的古武的 自己内里都会 就是大家已经 哇 很高涨的那样 令到那些人觉得 很有自信 人自己都会做出来的 其实 因为大家都 就是内心都明白 法术 这个能量 这个心力 是怎么运作 大家都会做 但是你不是学法术 所以你不知道 其实他是这样运作的意思 讲到这里呢 就要讲讲这个比较专业的名称 在这个法术上 我们经常讲 有些兵马 什么呀 天兵天将 那些兵马 是什么来呢 这样 兵马呢 其实我们就说 如果你趁着自己兵马多 你就不怕了 可以拿人斜法 这样 可以和人斗法了 你兵马多 这样 其实你听完的话 好像很奇怪 一个人知道 有多少兵马 看不到的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秘密 兵马就是 冰 看回这个图 OK 白色的 白的能量 我们叫神光 黑的能量 叫鬼风 一百二黑的能量 阴阳的能量 白的能量 就不动的 它就是好像一些元素 不动的 OK 我们就叫它兵 因为它是最后做事 那个人 而这个黑色 就是风的状态 气的状态 它就负责 带这些兵 去第二道 OK 去动的 所以我们叫它做马 因为它是兵 骑着马 就可以走到其他地方 那些兵 不骑马 就不可以到处去的 OK 所以你的白的能量 如果有黑的风 它就可以透过这样 而将能量带来带去 如果没有马 兵 就这样坐在那里 不动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 兵马 在法术上 如果你自己兵马多 的意思就是 你忽然间感觉 内心很深洪胆壮 忽然间 心洪的意思 心洪呢 就是说 你很有憧憬 很有力量 在心里面 觉得我一定甜 我一定甜 很有自信 很有憧憬 不然感觉到自己 很有感觉 做这件事 就是那个心洪 胆壮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想去做 很勇敢去做 很敢做 你不怕这件事 那就是胆壮 心洪胆壮的时候 就叫做兵马强 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是心怯的 心怯胆怯的 他的兵马就没有你那么强 斗法呢 大家两个残 斗法两个法师 就是斗大家的兵马 哪个兵马强 哪个就会赢 赢了那方就做做法师 譬如说 你做这个偷魂的法术 你传了法术去这里 扔到这里 你偷魂 你说偷而已 他就要让你偷 他不让你偷 因为他兵马强些 你传过去的兵马 不够多 他的兵马很多 他就会做法师 你就进不了 亦都可以因为这样 那些东西会反弹 去到这里 那你就吃了自己的邪法 是吧 所以呢 兵马多小 很重要 那些贼来偷东西 他偷完东西 有两个可能性 要是他很害怕 要是他很兴奋 他觉得自己完全成功 那你看看两种东西 哪样 如果他很兴奋 士气高脏 觉得自己一定没事 什么 大鱼大肉 他觉得自己一定没事 是吧 立刻要庆功 那就是说他那个时候 兵马很强 在这个时候 你下的邪法 是不够重的 就是你报仇 做你的那些东西 他就不会很重 但是如果 你等他 譬如说 报了警 他知道自己 有警察在追 他怯了 接着你再加你的邪法 打下去 去偷回他运 你偷到那个运 是容易很多的 因为他怕你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 古时 那些人下邪法呢 就要用一些 手段 去恐吓 对方 当他害怕了 那接着他再做法术 那些法术 就会容易很多 譬如说 找人扮鬼 那样 或者找人弄些声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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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因为他害怕了 那样 他的兵马 就忽然间弱 兵马弱 就很容易被人的邪法 冲进去 那就会打到他了 所以呢 就是你们听呢 心虹胆壮 大显威灵 这一句话 究竟为什么 我想十个有十个都未必知道 为什么 其实他 真正的意思 心虹胆壮 就是说这些东西 是兵马 那里面 其实来来去就是说 这个五王 这个心力 这个心力 这个心弹 心力强呢 就不怕别人打 所以这个人呢 如果是 就是你说 不懂法术 那样 那怎么样 可以是 就是防止 自己容易 被外界偷你运 或者被外界去 落到你任何的邪法呢 那样 就是你的 心要强 要 怎样强 那样做些事情 令自己有自信 比如说 人知识多 身体强壮 就是练东西 那样 那些 令到个人强壮 自信 你懂得多 你就会自信 艺高 人胆大 所以 一定要有 知识 有你的文艺 武艺 修炼 你就会越来越难 被人攻击到你 有钱 是愈 有钱 有财 有势 黑黑白白 那些人呢 很难被人落邪法 很难被人偷云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为什麽 你现在成这样 那麽有钱 又不见人偷他找 很多人偷他找 偷不偷到 是另一回事 因为有钱人很难偷 他一来有自信 彩虹 勢大 他周围呢 先天的能量很多 兵马多 OK 很多人的心向他 就是说很多员工的心力 都是 扶持住他 在他附近 你要落他的东西 周围那些人的心力 就已经扶持住 你要过那麽多关系 入到他那里 是不是难很多 是吧 所以呢 有钱有财有势的人 是很难的 很难搞的 你要有更多的能量 那怎麽搞呢 普通人怎麽打呢 没得打的 OK 所以你绝对被人欺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法术上 真正的学法呢 就有这个优势了 譬如说你进来 学生学成功 是吧 学法的人有这个优势 就是有个痰 用同一种 这个心的能量 但是这样呢 我们现在这个能量呢 已经不是 你个人自己的能量 和人打架 而是用个痰 这个痰呢 就是平时负责 训练兵马的地方 平时我们就是在练着 先天的能量 练化它成为法力 这种心力 放在痰里 这个痰累积了很多力量 而我需要作法的时候 我个心的力量是不需要用的 我是用痰的法力的嘛 而这个痰 只拨着我们的法源 就是说你在哪里修炼的 譬如我们呢 是三罗 大罗天的 拿大罗天的能量 是吧 那我们有先天的能量的来源 去保候天的不足 那比如说 人家有十个人 我只有一个人 我发心的力 这样我不够打的 但是那我这里呢 我就有很多了 因为我有无限的东西可以拿 我可以 平时练了多少东西呢 我练了的东西 我就可以拿来打 以一挡白 这样就强很多了 所以真的有 就是真的学法术的人呢 不论门派 他有一个痰这样去修炼 他都会被普通人 好像无意中落了别人的那些呢 是容易很多落得中别人 也都是难很多被人落到 因为痰这个心力会保护他 第二就是 他有很多心力可以去攻击人 所以他做任何的借运偷运 都会容易很多 是拿到别人的东西 因为他那个心力 华士的力量很大 比普通人大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基本上呢 斗法就是斗这件事 所以呢 偷云很容易可以做到 防止人偷云 难些 所以呢就要学法去自保 你靠自己的心力 如果你是很聪明的那样 一个人偷你不中 几十个人都说偷你东西 你就惨了 OK 所以呢大家 就是认识朋友啊 那些呢 小心看着身边哪些人呢 整天呢 是有机会是 就是做了无意中的偷运的 小心点这些人 或者不要给他东西 不要借东西给他 或者是如果你身边呢 是特别有些衰人呢 喜欢来啊 好像夹你的东西 等等 他整天来吃餐啊 整天来你家 拿你的东西 贴你的东西 吃的那些人呢 小心这些朋友 OK 那当然 亦都可以是好的 大家分享这样 譬如说 我见你不行 那我借些东西 放在你家 借些运气给你 那你就可以得到我的好运 那同时间 我可以帮到个朋友好 但是有些 你知道了个原理之后 你摆明知道 他会偷你运的 你小心咯 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 还有不要像忘记你的敌人 那样的宽恕 因为这是一个不对的想法 这样呢 会令到你没有了的东西 你永远都没有了 OK 你的命给你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珍惜 你都不珍惜 你的命就不会再给你 所以永远要记得 珍惜生命 珍惜你的原神给你的东西 没有了 记得拿回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呢 你的命的东西没有了就没有了 OK 小心点 就是这样 好了 那说到这里 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想说 看看自己有没有被人偷运 或者是想学法 来保护自己 保护你家人 保护你的子女 那你就可以来我们的网页 可以跟我们学法 远距离可以学的 学了三罗神功之后 就可以保护自己了 因为你的修炼 会强化你这个心力 令到你不会被人欺负 例如下法术这些 难很多入 因为你有个痰 亦都可以有方法 没有了的东西 拿回或者补得回 有时候的东西 你已经没有了 不能拿回 那怎样呢 就由法墨 法源 补给你 三罗补给你 那你就可以有些 你没有了 但又拿不回的东西 这样命运就可以修补了 所以学法很有利 OK 说到这里 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记得留言 订阅 订阅 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